管制禁止车辆进入管制区 活动从下午5点半 一直进行到深夜11点 可以看到许多花车阵头 还有表演队伍是轮番登场 前年跟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放水灯游行只有保留车队 取消徒步游行 今年则是恢复往年的游行方式 非常热闹 游行采接之后 则是到望海巷来施放水灯 为基隆也为台湾祈福 希望疫情早日退去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